春节快到了天气状况如何呢 气象鼠分析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 再加上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今天入夜之后北台湾降温有感 而且越晚雨势还会越大 明天小年夜雨区的范围更会扩及全台湾 在春节假期的前半段又湿又冷 到初二才转为干冷 初二到初三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局部地区低温还可能下探8度 要直到初四开始天气才会逐渐回稳 农历年将至返乡民众穿着厚外套 气象鼠预估小年夜前一天全台变天 开开6号北台湾天气稳定 7号华南云雨区东移云亮明显增多 不稳定的天气将一路影响到过年期间 明镜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发文表示 冷气团半围炉 这波冷气团强度直逼强烈冷气团等级 更点名三个地区 2月7号到除夕 北部中部宜花地区将会湿冷非常有感 到了9号除夕 水气还是比较多一些些 但是雨势稍微比较趋缓 各地转为比较短暂间歇的降雨 那我们到了初一的这一天开始 水气呢进一步的减少 而气象鼠也预测 2月7号深夜到2月8号小年夜凌晨 中部以北有较大雨势 西隆北海岸双北等地区 更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到了小年夜降雨范围扩及全台 不只要留意过年前的雨淡 气温也如同溜滑梯 气象鼠分析过年期间降温状况 7号到初一偏湿冷 初二到初三偏干冷 尤其除夕到初一 苗栗以北宜兰局部地区 长时间恐维持在10到12度 初二到初三清晨 则受到辐射冷却影响 加盈以北宜花清晨局部地区 恐下探到8到10度左右 一连冷5天 这些舒适的清晨呢 可能也是会有这种局部的10度低温 要到白天开始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 天气分析师吴胜宇指出 除夕到初一 预估3000到3500公尺以上高山 有降雪或兵线机会 初一降雪戒律下降 但初二依旧有望 看到高山 结冰 雾松等现象 想要追选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记得感谢黄明镇台北采访波动